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财新杂志报道 全球企业500强的CEO平均年龄58岁 80 90岁以上的长者在政商界活跃的频率也愈来愈高 年长者在晚年更有同理心 有善 能做出更周延的考量 被称为智慧工作者 领导力不受年龄影响 与是否乐意接受挑战 愿意学习有关 创造双向学习的环境 让年长者和年轻人互相指导 是更合适的方式 企业应考虑提供辅助措施 协助年长者应对衰老症状 例如采用线上会议 提供助听器 语音读稿 AI助理等服务 热情 能量 适应力是领导者是否合格的标准 第三则新闻 根据照聘顾问公司Taxio研究 女性在绩效评估中经常获得与工作表现无关的回馈 这使得她们在升迁和加薪时处于不利的地位 哈佛商业评论指出 管理者在评估女性员工时 更常给予友善的建议 并更常提出针对性格而非客观表现的评价 像是团队精神 愿意帮忙 善良等温暖或夸大的回馈 这使得女性措施改善和成长的机会 最终导致她们难以获得重要的工作分配 加薪或升迁 缺乏有用的绩效评估回馈也可能导致人才流失 另一份研究发现 若员工一再收到不具体 低品质的回馈 他们离开岗位的可能性将比其他同事高出63% 因此 管理者在进行绩效评估时 应该提供具体的建议和发展方向 避免因评价产生偏差 让部署措施升迁机会 第四则新闻 根据人力银行的2023职场学习趋势白皮书指出 今年以来AI热潮带动了人机协作的新职场模式 不同年龄层的职场工作者都在学习专业技能 年轻一代注重语言学习和国际职业拓展 而年长者则开始追求兴趣培养 学习课程多元 在进修花费上 职场工作者倾向以付费学习的方式完成课程 尤其是考取证照的学习方向 至于学习时间 大部分工作者每周花1到5小时进修 但考取证照的工作者则有28.1%每周学习超过11小时 拥有证照的求职者面试机会提升35% 其中贸易类职缺最看重证照 面试邀约次数可提升89% 此外 韩文和泰文成为新的语言进修选择 相关值缺年成长超过11% 感谢您收听 也推荐您订阅经理人电子报 我们会将每日AI播报的文章寄送到您的信箱 再次感谢您 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